弄男朋友的便当 滑蛋猪排饭 开始做饭 今天还是没有去超市 因为上次大产购的肉肉还在冰箱里 所以今天用上次冻好的梅花肉排来做炸猪排 当然先要来准备便当的小配菜 今天做一个意面沙拉 梅花肉排相对来说比较嫩 但是做炸猪排的话还是要切断当中的筋膜 然后裹上面粉 蛋液和面包糠 160度左右的油温下锅 蛋面炸到金黄就可以出锅啦 炸猪排凉了就没那么好吃 所以今天就来做一个 蛋面当很合适的滑蛋猪排 这样即使是不太会掌握油温的新手也很友好 反正炸完之后要煮一煮的嘛 鸡蛋保持半熟的状态 这样嫩嫩的猪排也很入味 再来烤一个芝士年糕做甜点 前面剩下的高汤底 就加上面包超人的小豆腐做个味噌汤 把米饭捏出snooby的样子 这样滑蛋猪排就好像给他盖了一条被子 用提前剪好的海苔贴出snooby的表情 还有他的小爪爪旁边 再来一个迷你版的snooby小脑袋 然后给他配一锅迷你版的炸猪排 最后刻出一小片奶酪 贴上糊涂塔克 猪排上贴好新鲜和安心的小鱼板 撒上芝麻 然后张力上腮红 yay 味噌汤盛好放到保温杯里 超满足的滑蛋猪排猛男便当就完成咯 胃宝 弄男朋友的便当 肉包饭团 今天又没有吃超市哦 因为可以开圣诞到熟日历了 有两个apple word的小奶 当然一小撮紫薯液还是有啦 切碎之后和鸡胸肉和其他调料 一起打成这样Q弹的鸡润丸 然后搓搓搓拍拍拍 再贴上一条海苔捏成这样的饭团形状 要小火把四周都煎定型之后 加上盐和一小杯水盖上盖子焖熟 调一个甜口的饭团酱汁之后 就可以用同一个小锅锅来煎肉包饭团啦 这是之前收纳视频里面那一集提前 做好放到冰箱里冷冻 就是用肉包住米饭饭团这样卷起来 照鸡蛋卷的锅锅也不用洗 可以煮虾仁 煮好的虾仁加上沙拉酱和芥膜 就可以做一个超简单的键膜虾仁 然后就可以开始组装啦 便当想要好看的话 就要各种颜色一堆一堆的放在一起 用紫苏叶或者塑料纸隔开 粉色的火腿片和芝士这样叠起来 卷卷卷也是很漂亮的便当配菜哦 今天的肉包饭团上想要贴的是土豆先生 用卤蛋的蛋白做他的招牌大鼻子 然后贴好眼睛眉毛 再把旁边的毛豆人装出三眼仔的样子 撒上一点芝麻戴个小帽子 然后张力上腮红 耶 一点点呢就是鲜奶油小餐包 贴上一个草莓熊 再放上两个糖糖 抽一个简单的玉米汤给他 前面剩下的火腿片也撕碎放进去 香香的肉包饭团猛男便当就完成了 胃包 变弄男朋友的便当 拉一补雪梅娘 前两天和朋友出去干饭用力过猛 有点及时了 所以今天要稍微休息一下 便当呢就来做一点比较简单的小点心吧 现在有好多人爱同我那个 馄饨版的饺子皮小王 今天就来做一个雪梅娘版本的吧 因为我有点担心小馄饨下到水里就会变形 所以把它做成雪梅娘 既简单又容易造型 还是教过你们的重点 用微波炉来蒸雪梅娘皮 简单高效 雪梅娘的内馅 当然就要来打一点奶油 因为用水果或者豆沙的话 它就变成了大腹 真奇怪 它们明明就是一样的东西嘛 以上部分染成黑色 然后炒一点手高粉来防粘 因为要做成头巾的样子 所以就要先把雪梅娘皮 擀成方形 然后在上面的部分挤上奶油 放上奥利奥饼干碎 然后就很随意的捏成一个云吞一样的造型 切出黑色的小条条 先来做它的头巾 切割了一点超细的条条做小眉毛 眼睛的部分就比较复杂了 要有一个双眼皮 眼白 眼珠 还有中间的高光 至于各种各样的表情 就可以用嘴巴来控制 剩下的边角料 就来做一点圆形的好了 最后给它们照例上腮红 耶 可以吃的拉衣补雪梅娘猛男便当就完成了 为保他的包带走